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量车下线。 青岛日报青岛关青报网讯,5月23日, 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量车在青岛下线。 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,实现重大突破。 高速磁浮列车可以填补航空与高铁客运之间的旅行速度空白, 对于完善我国立体高速客运交通网,具有重大的技术和经济意义。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进行了部署, 其目的是攻克高速磁浮核心技术,全面自主掌握高速磁浮设计、制造、调试和试验评估方法,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统, 形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。 该项目于2016年7月启动,由中国中车组织、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体实施, 聚集国内高铁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,联合30余家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组成联合舰队共同攻关。 据高速磁浮客题负责人,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三三介绍, 经过近三年的技术公关,客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, 车辆、牵引、利控通信等核心子系统研发,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。 车辆方面,攻克磁浮列车核心技术,成功研制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辆车, 解决了超高速工矿下车体轻量化、强度、刚度、噪声等系列难题, 开发出轻至高强度的新一代车体。 突破高速条件下流过偶和复杂作用的制约, 解决气动阻力、胜利等问题,气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 研制出高精度的悬浮导向,测速定位装置和控制系统, 性能指标国际领先。 攻克长大薄碧铝合金车体机功复合汉、电磁铁薄绕、 悬浮架精柱等系列关键工艺, 研制的车体、电磁铁及其控制装置等关键部件性能优异, 实现了工程化技术的重大突破。 牵引系统方面, 全新自主研发世界手套, 基于有缘终点倾位、 ANPC技术的24MVA大功率牵引便流系统, 以及高速多分区牵引控制系统。 运控通信方面, 创新系统架构, 研发适合于长大概现、 多分区追踪运行的高速全自动控制系统, 并研发基于LTE架构, 融合低实验技术的新型通信系统。 目前, 牵引系统和运控通信系统, 均已完成试验样机研制。 据丁33介绍, 试验样车作为高速磁服项目研发的重要环节, 是高速磁服的实车级试验验证平台。 通过试验样车, 可对高速磁服关键技术级核心系统部件, 进行验证和优化。 试验样车的下线, 为后续工程化样车的研制, 打下了技术基础。 目前, 试验样车实现了静态悬浮, 状态良好。 丁33告诉记者, 作为一种新型高速交通模式, 高速磁服具有速度高, 安全可靠, 噪音低, 震动小, 载客量大, 耐后准点, 维护量少等优点。 目前, 高铁最高运营速度, 为350公里小时, 飞机巡航速度为800至900公里小时, 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服, 可以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。 作为目前可实现的, 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, 高速磁服用于长途运输, 可在大型枢纽扭城市之间, 或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, 形成高速走廊, 按实际旅行时间计算, 在1500公里运程范围内, 高速磁服是最快的交通方式。 以北京至上海为例, 加上旅途准备时间, 乘飞机需要约4.5小时, 高铁需要约5.5小时, 而高速磁服仅需3.5小时左右。 冰3-3介绍。 同时, 高速磁服拥有快起快停的技术优点, 能发挥出速度优势, 也适用于中短图客运。 可用于大城市市域通勤或连接城市群内的相邻城市, 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, 促进城市群一体化, 同城化发展。 高速磁服采用爆轨的方式运行, 列车没有脱轨风险。 千领供电系统布置在地面, 采用分段供电, 统一供电区间, 只能有一列车行驶, 基本无追尾风险。 与轮轨列车相比, 磁服列车没有传统的车轮, 行驶时与轨道不发生接触, 无轮轨摩擦, 维护量也更少, 具备全寿命周期成本优势。 作为一种国际尖端技术, 高速磁服是当前世界轨道交通技术的一大制高点, 多个发达国家都进行了长期持续研发, 并建有高速磁服试验线等研发验证平台。 目前, 日本拥有42.8公里的山梨磁悬浮试验线, 并在试验线上实现了603千米H的最高试验速度。 建设高速试验示范线, 是高速磁服系统试验验证, 和设计优化的必要平台, 是推进工程化和产业化的重要载体, 对形成高速磁服全系统全速度级的试验验证能力, 构建完整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, 实现我国轨道交通技术的持续领跑,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 据了解, 围绕高速磁服项目,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, 目前正在建设高速磁服实验中心, 高速磁服试制中心, 预计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。 同时, 五辆编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服工程化样车的研制, 目前也在顺利推进中。 按照项目计划,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服工程量车将在2020年下线, 2021年在调试线上开展系统综合试验, 完成集成验证, 形成高速磁服工程化能力。 向盖然维杠并线32久价款车的建设来算是 TrailerAX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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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ednesday Retworkina TX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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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